有一天,一位旅行者在一个小村附近路迷路了,他走遍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,但开始中找不到回家的路,他感到非常困惑和迷烂。 就在此时,一位年长的村民看到了这条迷路的旅行者,上前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。 旅行者感到非常兴奋,并向村民里解释了他的情况。 年长的村民心生怜惜,立即请旅客到自己的家中休息,他为旅客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饭菜,并提供一个舒适的床让他好好休息。 隔天早上,旅行者醒来后,村民特地为他们准备了一份详细的地图,并与他一起回到正确的路上。 他们一起穿过田野、横月河,最后的旅行者找到了回家的。 旅行者感慨不尽,他问村民是否需要抱肉或回复。 然而,年长的村民慈眉善目地笑着说,我们应该比比帮助,不管是陌生人还是朋友,我们都需要善良和仁慈,这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 这个故事展示了善意和仁慈的力量。 年长的村民没有犹如地伸出眼手,帮助一位陌生人解困而不求回报。 他以自己的善行开启了旅行者,让他深刻刻体会善行和仁慈的价值。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,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,我们也可以用善意和仁慈去对待别人。 一个小小的善举和友善的态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,并在社区和社会中拨下种子,激发更多的善意行为。 在一个遥远的村庄里,有一个年迈的父亲和他的独生子,父亲年事已高,行动不便,需要照片和注意。 这个孝顺的儿子对父亲充满爱心和尊重,他每天早起,为父亲准备早餐,然后轻地帮助他完成日常的清洁和衣裳物整理。 他细心地照住父亲的健康和福祉,确保他有足够的饮食和舒适的环境。 即使孩子从事情住着农活和工作,他总是抽出时间来陪伴父亲。 他们一起阅读书籍,分享故事,并与孩子经常使用快乐的笑声和开朗的状态照亮了父亲的生活,随着时间的推移。 父亲的健康状况免遭恶性化,无法自理。 孩子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工作,专心照料父亲。 他把爸爸带到城市里,找到最好的医疗队和护理设施,确保爸爸到最好的治疗和照片。 尽管管儿子在照顾父亲期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精神,但他从不怨恨。 他认为照顾父亲是他作为一个孩子的责任,并且与他从中获得了无限的爱和满足。 最后,父亲在家人的陪伴下敬礼时,在他最后的时刻, 他流泪地对住孩子说,我的孩子,你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礼物。 你的孝顺和爱让我在世界感受到尽最大的幸福和平安。 这个故事展示了孩子对父亲的孝顺和无私奉献。 他不仅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,还给了精神上的关怀和陪伴。 他的孝顺是源于对父亲的深爱意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展示了对家庭和血脉的尊贵。